哈喽,欢迎来到Hanabi的购物分享,我是菊毛Hanabi 今天我终于收到了整整三个大箱子的海域 那我们就不多说废话了,我现在就开始拆了 先拆了一个最小的箱子 这箱子拆的时候我觉得超清 里面应该是轻泡物那种东西吧 拋开之后是翅膀,但是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在头脑上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那种用布做的 结果打开之后,全部都是像这样的泡沫塑料的 它实在是太大了,我没办法把它全部拆开 大概这个是贴着背的那一面,然后这个是从后面看的效果 我得查一下当时买的时候写的是啥 买料EVA和珍珠棉为主 我当时以为珍珠棉是一种布围我才买的 原来就是这种泡沫的质感,就叫珍珠棉 它重量感觉到不是很重 但是这个就,不知道给它拉直的时候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刚刚那个第一个洒落里面,除了那个大翅膀之外,啥都没了 我们现在拆了这个店,我看看有没有啥 最上面是这个恩斯雀羊俘馆的包包 正面是一个桃子的兔子,然后背面啥都没有 是一个这种口筋包 打开之后呢,有一个袋子 感觉其实空间还是蛮少的 因为你看它这样很薄的样子 它有一些夹层,比如说拉链啊 还有一个专门可以插手机的一个松简单的小兜 可以搭一些比较classic或者gothic一点的搭配 然后这个包包我后来还找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兔子 是这种爱心的 我不知道到时候怎么能替换吗还是啥的 我到时候用的时候再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鲁娜的翻口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把盒子给我拆了 就包了一个这种缩量纸 然后就这样给我扔到里面了 好伤心啊 好像没有什么损坏啊 倒是还好还好 这一坨是日本品牌 就是这个牌子的一些首饰 首先是一个比较处古的蝴蝶项链 然后是这么一个玫瑰的竹子 最后是两个戒指 一个是冰箱图案的 一个是一个大珍珠 都是比较适合搭classic lolita的小世界 这个应该是在某一个手作店买的吧 这里面都是我在一家叫古猫导宇人创买的小发家 它包的超级颜色 每一个发家都用泡泡纸 尝了好几档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这是第六个 这是最后一个 给大家这样拿在手上看一下 有一些是比较西洋风的 像这种的话就很中华风 这种就是偏复古 然后又甜一些 其实我classic的裙子也不是很多吧 但是总有一种就是我要先买一些这种小东西囤着 不然的话我到时候做搭配的时候我现找就会很麻烦 这个还是古猫导宇的发家 这两只发家就是比较偏合风一点的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就是说它的价格会贵一点或者怎么样 不就是一个参观家上面张了几颗珠子 但是首先它不是粘的 如果看细节的话它是拿那种很细的玻璃线这样 全部都穿好了之后缠在发家上的 然后就是它的珠子配色啊和型的搭配真的都挺漂亮的 如果你要买的话比如说同时在一家店里 你可能还买不到五种这么好看的珠子 所以里面还是有设计心血 这一包里面全部都是扭蛋耶 这个是鱼龟狗的那个撕裂的扭蛋 全部都是这种像手机链一样的小东西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虽然耳朵上有了一点点瑕疵 但是它们改成项链啊什么的大家都非常的好看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只 这个好可爱 还有这么爱查贝里的这样子 这是最后一只 但是跟第二只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它们可能给我发错了 这个是我在CNC上面收的一条全新的 AP的一个爱丽丝笔 我忘记叫啥了 回头打在旁边 是一条这样挂博式的JSK 背后有一个蝴蝶结 顶图就是红丝王后的茶会啊那种感觉 我买这个裙子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个 海贼游戏的宣传片 他们就把那个剧情改成了校园那种风格 然后里面Big Mom是一个水手会会长 但是那个画风真的特别可爱 然后我想做个大妈的搭配吧 然后就买这条池子想到时候配一个水手服的上衣 那样试一下 哇 终于拆出了达菲的东西 这个还是漫漫二月份买给我的情人节礼物 虽然刚好可以当七夕礼物了 它们是一组这种饼干图案的冰箱贴 后面是长这样 这个是情人节的巧克力模具 这里面图案就是这里面图案 这里面图案都是达菲的五个好伙伴 然后片面是这种模具 可以做巧克力或者冰块都可以 然后是电子秤 这个电子秤 当时是想买了之后 配合情人节那个模具 一起做巧克力的 也是现在才收到 这个也是达菲情人节系列的 是毛巾环还是达菲情人节系列的熊头电饼铛 其实我平时很少吃花饼饼这种东西 但是它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觉得我还是买了一个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吧 这个也是情人节达菲系列的 就是扑烈手套 这个是一条围屈 虽然我做饭不用围屈 但是我感觉到好像可以用来搭楼试一试 这个是 this time家的一个托尾 实在是有点长 感觉得有的一米左右吧 这个是准备拿来做 4月1日零一时间簿里面 游子搭配的 因为要配一个红雀的Jazz可以穿 所以我想做一个像红雀尾巴一样的这种造型吧 本来说是4月1号的时候 把这套图拍好了发出去了 结果算了都要变成9月1日时间簿了 这个是路德家的一个陡方 就是前面是斗篷的就是领子的这里 后面这边就是一个带这种穿出纱的兜帽 然后背面的下摆这个部分有一片这样的刺绣 这看起来蛮充满风的 这个是384的景品手办 我之前有买过一个塞尔坐在椅子上的一个景品 就是后面这个 对然后给它做了一个像花房一样可以喝茶的地方 就是384到时候可以站在旁边蹲盘子 这个是宝可梦的第二代的衣布安睡的盲盒吗 就可以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把它当成无核弹来买的 就这里面有6个款式 分别是草衣布冰衣布鲜衣布 普通的衣布还有太阳和月亮精灵 我就随便这样打开一个 里面是有一个可以活动的这种小桌垫 然后可以把它盖入扣上 这个是夏日大作战里面 King Kazuma 的一个手办 这个因为拆了我也暂时没有地方把它摆出来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 我真的很不感想象 这个连夏日大作战都已经十周年纪了 这个是圈居高手周泽凯的黏土人 因为也是没有地方摆 所以还是给大家看一下盒子 小周真的好帅 我出了华尔天之外最喜欢它了 这个是我当时逛淘宝随便刷到的一个和风的这样一个饭家 因为我家有一个和风的纳美图案的装饰布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橘子跟花 我马上就想到它了 我就买回来了 假发是Miku的 准备搞一个Miku和冰六尾 当时北海道联动的一个Lolita主题搭配 这一坨是花奇诺家出的群称 下面一个衍生的装饰板那样的东西 它是这种构造 就是上面有这种压嘴夹 应该是可以加到你本身的群称的鱼骨 或者是布料上面 下面的这个有猪链和蕾丝的装饰板的部分 就可以露出来 这一堆是淘宝咕咕的东西 第一个是这种小橱鱼的丝袜 第二个也是丝袜 是这种紫藤图案的 下面这些都是比较蒸棚的一些 Lolita小屋 一根皮领带 这两个是一对腿套 这一刀还是扭蛋 里面是兔子和扶克牌的这个系列 当时买回来是准备可以改点扫腕 当扫链啥的 但是我打开之后发现它这个牌和这个兔 它是分开的 刚才那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我都不拆下了 它里面配件有点多 第四个 这个是方块图案 第五个 这个是国王图案 最后这个是梅花图案的 这一大包全部都是对喵喵全是高手的 这个是周泽凯的立牌 生日限定的 黄孝天生日限定立牌 杰西卡的生日限定 然后就是那些八级 邵天的 还是邵天的 这是老郎的 这两个是老王 这是三个文周 最后这些都是周泽凯 其实我更喜欢这种正比一点的周泽凯 感觉比Q版的要再帅一些 Q版的太萌了 不知道是什么 少天这种小可爱 散落在箱子里面的各种小发夹 项链 这些是Captie Party他们家的塑料片 因为它家是三个包友 所以我每次都凑够我三个之后再买 这个是在微博上看到 太太做的一个草莓蛋糕型的小帽子 它这个帽子质量还不错 因为来的时候 这里有被压到就凹进去了 然后我刚刚给它顶一下就出来了 这两个是鱼董的香料 我当时给睡过了 醒了之后都只伤他们两个了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Lusa太太 可爱的红根麻辣兔头 这是最后一箱 首先是一对数码宝贝的玩偶 超级蓬松的狄哥兽 黑大耳兽 大耳兽 这支是基耳兽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宋天琪 这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很可爱 我的本命腰不瘦 Cookie的包围花筒 这筒里面还有料 这个是琪琪弟弟的草莓头头绳 这个也是情人节的小包包 还有一个情人节的Cookie案挂件 这些全部都是 宝可梦的毛绒 衣布 郭佳曼 还是衣布 这个是某一个衣弯上的非常 一个啪啪新衣布 然后是两个怪料金额黏土人 有一个是送给我朋友的生日礼物 今年的生日礼物 我终于在他明年生日之前可以送给他了 这个也是走吧 是高地神域爱丽丝篇的YouTube 刚刚那箱有的东西没讲 是这个Nanako的小兔子编家 然后还有一个小熊徽章 这个也是慢慢买的一个小鹰的周边 打开之后看是很精致的一个这种 戴皮套的怀表 是从这边可以这样抽出来 上面有鹰狼的一个图案 而且仔细看它12点和6点的位置 上面分别是一个小星星和一个小翅膀 然后表身也是非常精致的那种楼空的爱心图案 这个是OZZ ON的一个鸟龙腰封 腰部这里有一些刺绣的图案 然后这个鱼骨的部分 是用这种玫瑰的基础扣子 然后还有这种跳线一样的雷丝这样 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装饰 这条也是OZZ的一条OP 它家的风格就是那种有点神秘又中二的感觉 这个还是手段 是黄笑天的一个蚊香眼的 打开之后这边是分两个的 一个是烧鲜本人 还有一个是叶雨昕凡 最后这个东西很大 它基本上是占了这个箱子一半体系了 这个实在是太帅了 是FGO黑Saver骑摩托的一个造型 我可能说的不对 因为我是FACE的纯动画党 FGO我也没有玩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阻止我去喜欢里面的人物 然后他们出了很漂亮的造型 即使我没有玩游戏 我可能对这个人物不太熟悉 还会一直会买 这个如果有限去看开箱的话 我希望再把它打开 就给大家拍拍外观吧 因为我虽然买很多这种手办啥的 但是我对胶这种东西 本身我是没有啥知识的 我就是觉得手好看 然后是我喜欢的人 然后我就买 今天的开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一个开箱视频的话 应该会是一堆从日本寄过来的裸裙那样子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